哈喽大家好 今天让你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给我们的娃娃装一下骨架 这骨架呢我买回来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去调整一下 就这个尺寸还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对于娃娃来说 我们可以在背面 看一下这个骨架其实还是有点大的 这个是我调整之后的骨架 所以我就先讲一下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 这个你徒手掰的话肯定是很费力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有这种核桃夹的话 就可以其实用这个 把他夹一下 这只需要夹一顿嘛 这少一点在这儿 然后就把它掰出来 就还挺容易掰的 就不然你没有一个着力点的话 你徒手去掰就还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大家就到时候去跟着娃娃的自己的尺寸 然后到时候去量一下 去看看这边要吃掉几个骨架 然后自己再去用一下 看一下我大概就是这样子 再打下 然后首先我们来把娃娃给拆线 哎呀我的儿子 我刚收到不到一个月 妈妈要哪里开刀了 首先我们把它撑开 去看一下它的线剂 然后我们就把它撑开 然后去把它的线给调出来 这个工具叫做插线器 而且它没有的话 可以就去弄剪刀去弄也是一样的 但是有这个柴芹器的话 就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伤到娃娃 然后开一个这样子大小的口子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抽一点棉花出来 开大一点点 开大一点点 抽得均匀一点 抽得均匀一点 哦它没有pc了 包儿子的pc不见了 其实我也是 第一次给娃娃弄骨架 然后我就来录教程了 嗯 挺棒的 挺棒的 差不多 脚还可以软一点点 就 抽到它就是 你觉得可以插 插把这个骨架 就是挺容易的插进去位置 你不要抽太多了 到时候 还是要塞进去的 你瘦了 你瘦了 天哪 你瘦了 宝贝 你瘦了 你减肥成功了 这是我们的小偷 然后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脚 给伸进去 小偷 掌声进去 之后再分头 哦 哦好残暴 有吗 呀呀 忍一点 忍一点就好了 忍一点 咱们就是有 骨头的人了 咱们就可以 自由活动 咱们就可以自由活动 然后再把他的食物给带进去 好像还有 咱们把他放开一点点 就开得太小了 所以这扣子 我们再开一点点 它这里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很好搬 这个很好搬 链在一起的就很好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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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在一起的 我最爱的玩 然后我就拿它来试 试刀 我真是好狠心 那个吗 这个是 这个是 他都毙了 他都毙了 差不多就装进去 再稍微的把它给 拔一下 好冷啊,我心痛 沒事,我們麻煩吃一下就好了 對,我們麻煩吃一下就好了,得寶貝 在FIT裡面,然後畫進去 這個角落的FIT,但它的骨骼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它會更胖耶 它上了骨架之後有點硬了,就沒有之前那麼軟 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要不要裝這個骨架 看法有點硬硬的 我們還是要把它的屁屁給填充滿 填充 啊,我是崩潰的,我剛縫完了之後發現相機沒有對焦 然後我就插了一部分,然後再給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們就是,就有一個先把我們的線給打結 打結之後,我們先從裡面,就比如說我們的,我們拆到這了 那麼我們的針應該先上去一0米左右,開始縫 先把線頭藏進去,然後我們在這一邊縫一針 縫完之後,然後我們緊接著在這一邊縫一針 然後再在這邊縫一針 再往這邊縫一針 這就是我們的藏針法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抽緊 然後它表面上就是沒有線頭的 這邊縫一針 然後這一邊縫一針 然後我們縫到TP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停下來,我們可以塞一點棉花 其實我剛剛已經塞過了 我這邊就只是給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再一點點就好 到時候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需求 可以再再多一點點,然後就可以去更翹一點點 更可愛一點點 然後我們再繼續縫 然後就縫這一邊 穿進去,就滾出來 然後這一邊 然後我們縫四到五針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扯緊 需要小心不要太過用力了 不然線段就有一點點麻煩 最後,我們在這兒打個結 這打結大家都知道怎麼打吧 打結,打完結之後 我們這裡不是應該會有一個線頭嗎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針插進去 然後從另外一個位置出來 出緊 然後我們這個 線頭就藏進去了 然後另外一個位置在這兒 把它拉緊一點點 然後把它剪斷 然後我們的線 就藏到裡面去的表面是秒線的 好,這樣子我們的娃娃就縫好了呀 然後我們稍微給它按摩一下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演示一下 我們來動動左手 動動右手 抬拍左腳 抬拍右腳 然後我們再劈個叉吧 劈個叉 然後 最後我們 雙手可以核實一下 讓我們做個瑜伽動作吧 我們 起飛吧 我的雙下把做出來了 對不起,我的耳朵 然後最後我們 你們和我們的螢母們 說再見囉 再見 我們下次見喔 最後和大家說一下 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就是這個骨架 飛到我們的娃娃裡面之後 我們的手腳啊 是會有一點點硬的 因為它這個骨架有這麼大 有這麼粗一根 然後你飛到這個手裡面 它手臂就這麼一點點大 它肯定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硬硬的感覺的 像腳,腳的話沒有手這麼明顯 手比較明顯一點點 但是身體和頭的話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換了骨架之後就是 可以做這麼多動作的話 我覺得是 我可以接受的 就看你們喜不喜歡 這種硬硬的感覺 但是我是不建議 拿這樣子的骨架去放到 十五的娃裡面 十五的娃的話是太小了 然後 飛進去的話 我拿一個小十五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看這個手的話 就差不多和它這個骨架是一樣粗的 就是你飛進去之後 就肯定會很硬 然後腳應該也會很硬 但是就看大家的需求吧 然後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去在評論裡問我 希望我的視頻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 我們下次見 大牙牙和櫻母們說再見了 再見